哈囉大家好我是RT 最近歐美有一個名音相當的流行 先讓我們來看他個一小段 這三人昂收庭力又置信的步伐 就是這段名音被創造出來的主因 還有這段著名的尼亞萊姆 還是要死亡 這要是用來勸借現今世人借酒 肯定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標語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部卡通 究竟是什麼來頭 如果覺得這類影片還不錯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呦 當然也可以加入會員 每個月贊助RT多喝兩杯飲料 不不鬧 先加入會員太麻煩的話 也可以直接點擊 超級感謝斗內給我呦 那麼讓我為你帶來本次的老實機廠商 是的我們的天下部魔終於把他的魔步到這裡來了 那麼這次將變成傳說中的魔王凱撒 在人界與魔界四處的搜刮別人的老婆 不我是說四處征戰拓展版圖 遊戲中有五種屬性與職業 光這樣的搭配就有五五二十五種配法 再加上數百種的技能組合 那個霍蘭倫 不好意思這跟機率好像沒關係 那個搭配組合之多我是數不清了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戰敗不會報議的妹子 不是好妹子 這款天下部魔絕對讓你爆好爆滿 更別說他還有各種籃球技法的訓練調教 各位都那麼熟門熟路的就不用我多做介紹了 但是最厲害的還是這個動態spycg 以及各種鬥牛play那是用過的都說讚 最重要的是他現在有傳說中的中秋活動 未知的生命體積背乳將會來到地球 跟大火好好的交流交流 傳授各位外星生命體是如何打籃球的 除了各種中秋高難度關卡可以挑戰 還有眾多中秋特別劇情與活動關卡可以闖關 想挑教肌背乳的老司機們絕對不能錯過 最後他們的AeroLabs大平台 擁有數量龐大的老司機專用鬥牛遊戲 絕對可以讓各位老司機們在這裡流連忘返 整天對著教練說 我想打籃球啊 那麼這個故事要從金銀島開始說起 金銀島是由蘇格蘭小說家 羅伯路易斯史蒂文森於1883年出版的一部傳奇小說 描述海盜與長寶的傳奇冒險故事 可說是影響後世各種海盜故事的老祖先 而且他最初期時被認為是一部教育小說 後來就這麼被改變成了各種電影與動畫 首先就是1920年的無聲電影金銀島 1934年又再度被美國做成同名電影 16年後的美國迪士尼將他拍成了迪士尼首部的真人電影 其中演員勞伯紐頓的演技更是廣受好評 1968年則是被英國做成的電視劇 71年換那個日本將它做成動畫電影 不過是以動物為主的動物金銀島 同年的也有澳洲的金銀島電視與電影推出 72年因法德一息 更是曠世聯合一起打造了金銀島的電影 後來87年易法德又搞了個太空金銀島的科幻電視劇 一直到88年終於輪到蘇聯搞他一搞 出了個傳說中的重返金銀島的動畫 也就是這個迷因的真正片緣 最酷的是他當年用的OP還是真人演出的 而他的故事是這樣的 他們的主角吉姆霍金斯是一位僅僅10歲的少年 沒錯又是一個10歲的少年 他們家在傳說中的黑山海灣 經營著一間名為海軍上將本堡的旅館 不過從動畫演出看來 蘇聯版的旅館應該是死到只剩下 吉姆霍金斯了 後來有那麼一位臉上有刀疤的毒眼旅客 帶著行囊跟一隻毒眼貓來到海軍上將本堡 不得不說這部1988年的蘇聯動畫 那個運鏡手法跟分鏡著實令人覺得厲害 而這個臉上有刀疤的毒眼旅客 要吉姆稱他為比爾船長 而且他隨便一個鼻涕 就可以震著旅店的天花板 各種碎裂 我想這人的內功肯定非常的深厚 殊不知在門外 早就有一群人在監視著比爾船長 都是因為他擁有一張超絕類的藏寶圖 那便是前往傳說中的金銀島的地圖 後來比爾跟吉姆吩咐完後 吉姆便下樓去處理自己的事物 這間旅店破成這樣真的呆就不嘎 不得不說他們的吉姆 跟後來的波波安真的是有87%相似 而他們的比爾船長 每天都會提心吊膽的帶著望遠鏡到海邊去看 有沒有船隻來到這裡 而且整天除了喝酒以外 還會跟吉姆聊一點海盜的那些事 就在這個時候反派弗林特的手下黑狗 沒錯是海盜黑狗 而不是黑狗來了的黑狗哦 這個海盜黑狗就是來搶比爾的金銀島地圖的 最終黑狗被比爾給趕走 殊不知比爾的感冒是越來越重 重到被旅店的頂樑柱給敲成了智障 而在小說裡他其實是戰鬥完後中風倒地 就這樣咱們吉姆只好呼叫傳說中的 Dr.Levacy 是的咱們名音裡最雄壯威武的人 竟是一位醫生 而且他的笑聲與配音可說是非常的魔性 看他風度翩翩的步伐 以及單手就可以把比爾船長像拎小貓一樣的拎起來就知道 這人肯定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接下來Dr.Levacy就用他那神一般的醫術 替比爾船長進行整治 這些個整治手法可說是連喬巴看到都會甘拜下風的神醫妙手 更在整治的途中發現了比爾的真名 Billy Bones 於是那個經典的迷因橋段就這麼來迎聖靈 不過想當然而得 酗酒的人如果會聽醫生的勸告他就不會酗酒了 咱們比爾在Levacy大夫離開後依舊瘋狂的酗酒 直到弗林特的另一個手下 瞎子比爾來到旅店 將傳說中的黑券交到比爾的手上便離開旅店 這一幕的首堪稱本作作畫最高光的一刻 而這個黑券就是海盜的最後通牒 如果在零點到來之前不交出藏寶圖 你就必是無語 就這樣嚇得半死的比爾在小說裡中風又嚇到暴斃 在這裡則是再度瘋狂的飲酒後 還穿插了一段相當詭訣的海盜歌曲 唱的就是比爾在小說裡唱的 後來看到最後通牒的吉姆拿著鑰匙 打開了比爾船長的寶箱 將經引導的藏寶圖秘密的帶走 連夜狂奔氣喘吁吁的來到橋下 恰巧看到瞎子皮尤帶著大隊人馬前去進攻旅店 卻扑了個空 逼而找就可屁藏寶圖也被帶走 看到一切的吉姆更是嚇得騎馬狂噴 卻因為動靜太大而被海盜們發現 這邊第一人稱的射擊手法 還有後來的連段射擊可說是演繹得相當生痛 說不知手下都跑去追趕吉姆 無人帶入的皮尤就這麼掉到桶子裡後 滾啊滾的就這麼滾下斷崖咖啼 真的是拍都不丟臉啊 後來吉姆將長寶圖帶給了達特尼弗西 跟當地的趨利勞尼相生 後來在達特尼弗西的檢驗下 發現長寶圖真的是弗林特船長的長寶圖 而比爾當年就是這個弗林特船長的手下 後來眾人決定一起去尋報 便連夜坐著馬車趕到了城鎮的一間酒吧之中 接著就是最經典的冥英登場的時候 沒錯這就是原版的畫面與配樂 雖然也是節奏感十足 但是就少了許多霸氣 那我們再回味一下冥英版本 真的是論BGM的重要性 是不是一來到酒吧 吉姆就被酒吧的人給修錄 氣得吉姆是衝上前去直接給了他一耳光 你別看他們吉姆人小小一隻 他可是精通中國古拳法的全數奧義家 什麼拳艷拉修羅的基本上都不是他的對手 一行人更是在這裡僱用了一位獨角的廚師 沒錯就是咱們的紅角蛇鋪 就這樣一行人僱了一艘三維大船 伊斯帕尼奧拉厚 還僱了一些船員跟一名船長 看看這些船員是不是相當的眼熟呢 沒錯他們的船上混入了一群海盜 加上剛剛的紅角蛇鋪 其實是傳說中的海盜約翰-謝弗 肩上的那隻鸚鵡更是被命名為弗林特船長 是的他當年也是弗林特船長的手下 在當時更是擔任軍需官的要職 本來一切都藏得相當的好 希爾夫的戲也是演得相當的主 完全沒有被吉姆一伙懷疑 卻在一次的密壇裡被躲在蘋果桶裡的吉姆 逮個正招 於是激警的吉姆馬上把一切告訴達特里弗希一伙 這篇小說是說他們帶了一些水手起船上岛 動畫則是只有達特里弗希一伙跟船長四個人而已 而且是命令海盜們先行上岛偵查 只有吉姆一人暗地裡監視海盜一伙 卻無意間碰到了弗林特船長的舊部本甘恩 他在這座島上已經被困了三年 吉姆便從他的口中得知了希爾夫的一切 這篇本甘恩的故事則是漏去了直接用真人家字幕來演繹 簡單來說就是他帶著夥伴來找寶藏 卻連個屁都沒找到 就這麼被夥伴丟在了島上 後來在船上的達特里弗希又想到了超絕神妙的計劃 那就是偷偷地從後門搭小船溜走 相當然而在最後還是士雞敗露 馬上就遭到加農炮的攻擊 幸好這些海盜都是失傳已久的爛炮兵 不管怎麼射都射不到黎弗希一伙 就算拿出了格林加農炮狂轟 也是連個鳥屎都打不到 最後李弗希一伙躲到了島上的小木屋 瞧見一切的吉姆也馬上就趕來會合 於是看到達特里弗希占盡地利 希爾福只好先來彈劾 可想而知的最後肯定是談判破裂 就這樣達特里弗希一伙開始戰前準備 兩方準備展開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槍戰 看看這麼李弗希英明神武的雙槍攻擊 以及這麼吉姆的葡萄牙瘋琴炮 那個殺傷力之強連樹都扛不住 只見在外面的海盜 只能夠對著小木屋亂射 而咱們的鄉身哲是一直在屋子裡搞笑 對著一副假裝是窗戶的話狂敲 然而這本鄉身靠的自然不是強悍的戰力 而是神機妙善的謀略 在短短的數秒內找來了一塊大木板 並把它偽裝成酒吧 更獨自一人站在酒吧前 宜蘭自得了小酌幾杯 就這麼不戰而屈人之兵 根本再是諸葛 後來戰況進入了白任戰 不過咱們李弗希代夫如此的英明神武 簡直就是把海盜們當猴災刷 而咱們中國古拳法的最後傳人吉姆 也沒有閒著 看看這一個打是個的神技點 咱們地表最強犯馬嫩牙 都要讓他三分 就這樣吉姆一夥將海盜打了個落花流水 後來希爾夫還是帶著剩余的手下找到寶藏 殊不知他們挖了個深坑去 挖了個寂寞 手下們便開始瘋狂的埋怨 希爾夫甚至想殺了他 就在這個時候達特里弗希 活早就埋伏在周圍 三兩下便把海盜們給趕盡殺絕 更勸借眾海盜們抽煙可是會死人哦 然後他們就全部葛屁了 於是找到寶藏的本甘恩投靠達特里弗希 就這麼跟著他們搭船回家去 而沒死的希爾夫則是假裝痛改前非 一起跟著他們搭船回家 後來在途中偷偷地找穿一面牆 偷走了一袋金幣後便逃之夭夭 故事也就這麼到了尾程 而他們達特德比利夫斯更是劇中的靈魂人物 滿口嘲諷卻極其自信樂觀 而他之所以會這麼厲害 都是因為他曾經在坎布蘭公爵底下服役 並參與了著名的豐特努瓦戰役 也就是神聖羅馬帝國國王時候 所引發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 而這部金銀島可說是相當快智人口的傳奇小說 不能看出海賊王也有借鏡本作的地方 然而你可能沒看過金銀島 但是你肯定在電視上看過 迪士尼後來製作的《新銀島》 也是由金銀島所改變的奇幻故事 不管是劇情還是作畫都相當的好看 就連傳說中的黑帆 也是以金銀島為基底製作的前傳來著 最後就是哆啦A夢的大熊的金銀島 逐漸騎退後似的影響力之大 讓人們不斷地拿它來創造新的作品與民營 真的是一部歷久迷新的經典小說 我是RT 你要萊姆還是要死亡 我們下次見 掰掰